HTT說去店家刷卡,店家要求客戶自行吸收刷卡手機是正常的嗎? 基本上不可以,因為這樣的話他就違反了定型的契約 這基本上你可以跟這個銀行反應 那他們就會把他的那個刷卡機給沒收 讓他不能夠執行這個刷卡業務 所以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但是店家他可以用比較聰明的方式來幫忙做引導 比如說你買一個1000塊的商品 然後你要刷美國運通卡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美國運通卡我們這邊 收費手續費比較高一點 那你要不要用現金支付 我給你打個修正 那你可能就用現金支付了 所以店家他的想法是他寧願給你折扣 他也不要讓商家去收口這個手續費 所以這個是有可能可以的 所以我就有那個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之前很大量的在刷這個美國運通卡 他就是這樣 他去把握公司或者是一般的店 只要可以刷AE卡他一定拿出來刷 然後他就會他什麼都不講 他就直接拿個店家 如果店家真的受不了這個2%的交易手續費這麼高 他可能就會給他額外的折扣 或者是請他刷其他的信用卡 就刷Visa或Mex10或JCP 不要刷美國運通卡 那他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折扣 然後又可以刷卡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美國運通卡的話 也許有機會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殺價 就是無言的殺價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呵呵呵 我會不會再負擔 就這樣她冷靜 57